第4739集 雷霆万发 震雷之法 这是八十八道刻印当中的奇异 乃是从混沌中诞生而出 拥有极其强大的威力 震雷乃是发出的震天之响 雷拳哄出 无尽的幽深凌厉 转眼凝聚 掀起豁密的气息陡然而起 叶晨的眼中好似燃烧着熊熊火焰 在其全面形成了一层庞大而古老的印记 四方端正 浩瀚无穷 两道同样震撼的力量 碰撞在一起 几乎要将这片场域摧垮 磅礴的力量转瞬而来 摧枯拉朽几乎凝聚到了极点 而在此过程当中 叶晨所携带的那枚古印未曾破裂 反而更进一步爆发出了双重力量 两人交战之后又迅速分开 各自后退两步 实力旗鼓相当 张岳佑心中诧异 他可是 修炼雷法多年的内门弟子 现在已经达到了 百家境八层天的地步 怎会打不过一个新人 叶晨身子站稳 迎赴体内那激荡的气息 他抬眼望去 目光深邃 对方的实力非同小可 若是他动用轮回的力量 可不费吹灰之力 轻易取之 但现在一方面 他是为了隐藏身份 只能动用雷修的力量 另一方面 他想测一测雷霆万发 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 一个刚入门的新人而已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张岳佑冷哼一声 再次紧握双拳 力量奔腾起来 而他的身后 出现了一头 狂暴的巨熊幻象 抬头嘶吼间 万千雷霆 齐齐降临 这是他的本命雷兽 天罡雷雄 也是诸天万劫中 名列前茅的雷兽 他将此雷兽的灵魂 吸收之后 化为己用 如若论起雷区的坚硬程度 整个宗门 恐怕都没几人 能比得过他 但面前这小子 居然能与他拼上一把 这让他的心中 很是不爽 看我如何收拾你 张岳佑一拳轰出 那头天罡雷雄 也跟着咆哮起来 滚滚雷厉 穿透虚空 磅礴汹涌 在他的拳头表面 汇聚成庞大的攻势 放肆 叶尘眼眸冰冷 盘踞在他面前的 那道雷霆古印 再次迸发三重印记 惊人的灵力层层叠加 就像是惊涛海浪 携带万重伟岸之力 无穷无尽的雷厉 伴随着响声 席卷而开 惊天动地 张岳佑被汹涌的力量 给震得后退了上千米 喉咙一阵兴甜 旋即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遭受到了力量的反噬 身体猛颤 皮肤表面 竟是被刮出了道道伤痕 显然 在这次硬碰硬的碰撞当中 他落了下风 还没有动手的刘泽琪 显然是惊呆了他 瞪直了双眼 不敢置信 什么 怎么可能 他的身形刷的一下消失 来到了张岳佑面前 扶起了对方 那些新人见到这一幕 也是纷纷地惊诧不已 叶晨没再看向刘泽琪 与张岳佑那边 转身落在了这些 被围困的心声当中 叶哥 直接有人豪气地喊道 然后那群新人当中 便响起了阵阵掌声 另外几个负责守住阵法之人 此时也不敢动弹 连张岳佑都输了 他们必定不是叶晨的对手 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 他们还是决定守住阵地 各位都没事吧 抱歉 因为我的原因 让你们在此滞留了许久 我深表歉意 叶晨的目光看向四周 那些人的眼中 有惊喜也有感激 不过并没有什么怨恨 这让他有些惭愧 毕竟是因为他 真行语才动手的 放心吧 叶哥 这几个家伙虽然嚣张 但还是不敢对我们动手 有个平头汉子爽朗说道 对 他们若真的敢动手 我们几十个人 就躺在这里面不起来了 看他们怎么跟宗门交代 这些人被解救出来之后 心情也放松下来 不过那双胞胎两兄弟 还不是很乐观 其实真正发号施令的人 是真行语 这些家伙还算不得什么 若是真行语回来了 事情就变得棘手了 叶晨点了点头 淡淡说道 放心吧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这件事情 他们可不占理 若是再忍气吞声 可就让小人得志了 说完 叶晨便看向怒气满满 却不敢动手的张岳又 开口便道 将真行语叫过来吧 他不是想找我吗 我就在这里等他 张岳又与刘泽奇 皆是冷哼一声 等真行语来了 看你还怎么嚣张 叶晨瞥了他一眼 旋即闭目修炼 似乎完全没将他放在眼里 你 张岳又心中气愤 但这一动又牵扯到了伤口 顿时疼得他倒吸了口凉气 刘泽奇拉着他 前去第三层寻找真行语 这边闹出的风波可不小 瞬间便以光速传开 没过多久 许多大雷神宗的弟子都知道了 那些人纷纷赶过来 想一探究竟 还有些被围堵的新人 也赶过来 听闻此事之后 心中气愤不过 却不敢怒骂出声 因为真行语的背景 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在远处 也有些地位不低的内门弟子 看了下这边 他们倒是想瞧一瞧夜市天 要如何解决这番事态 如今夜市天 已经在大庭广众之下 和真行语彻底撕破脸皮 那两人必定要分出个胜负来 此事才能暂时了结 夜晨闭目养神之时 英红颜站在一旁 眼神有些愧疚 实在抱架 都是因为我 才会造成如今的局面 英红颜满是歉意地道 本来是一件小事 现在却波及到了整个新人群体 耽误了大家的修炼进度 还让夜市天 遭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莫名压力 他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夜晨微微抬眼 轻笑一声 与你并无多大关系 不要自责 这件事情换成谁来 都会做出反击 他真心语横行霸道 就得遭受到如此般行为的后果 那些新人多多少少 也知晓了此件事情的来源 其因心中不禁涌起了一丝热血 凭什么他们新人活该受欺负 就因为对方有强硬的背景吗 那以后谁还敢在宗派当中修炼 谁还能在太雷神宗抬得起头 诸位 这件事情的原因始末 想必你们都清楚 仅仅是因为调戏少女不成 这真心语便想将我们赶尽杀绝 全然不顾我们修炼的进度 这般屈辱 如若我们不自己奋起反抗 以后只会越来越多 忍气吞声解决不了问题 他真心语再厉害 也无法将所有人提出松门 今日我叶辰愿当先锋 让你们知道 新人就未必不能打败老人 叶辰说这话时 眼中淡漠的光芒瞬间变得炽热起来 而他说这话时 浑身上下也爆发出一股 极为凌厉霸道的气势 这一份微压极为浓厚 震天彻地 绝不弱于任何一鸣天骄 那几十名新人感受到了 这般昂扬的氛围后 也纷纷挥避呐喊 对 大家都是宗门弟子 凭什么我们就得无缘无故地 受他的欺负 不为别的 就为鹰姑娘讨回一个公道 凭什么她遭受了他人的调戏 拒绝之后就要被打压 明明就是对方有罪 叶达仗义出手 就被你们这几名内门弟子 连起手来欺负 身为雷修界最大的宗派 天理何在 公道何在 那些新人弟子 仿佛是感应到了 横派汹涌的气息 纷纷发出了 直击灵魂的质问 暂时守在门外的 那些内门弟子 则是满头大汗 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他们也没想到 这群新人的反应 居然如此之大 已经超出了他们 所能掌控的范围 周围还有新人 不断加入进来 仿佛是受到了 某种气息的感染 高声大喊 要求还其公道 经过此处的宗派老弟子 纷纷惊讶不已 当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他们的神色变得精彩起来 这帮人如果不敢吱声 低着脑袋做人 对于真行雨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但若是有人将他们拧成一股绳 要将此事闹大 即便真行雨的背后 站着大长老 也要出面给个说法 才能停息众怒 否则说出去 就是丢了 太雷神宗万年来的面子 这般有损声誉的事 即便是大长老 也不敢刻意强压 说到底 真行雨还是太年轻 以为自己有靠山 便可以在宗门之中 为所欲为 殊不知人言可谓 舆论的压力 积累到一定程度 便可中过泰山 他真行雨 还没强大到 那种无所畏惧的地步 远处的云层深宵 以男一女矗立于此 这二人 便是那林天玄和司徒护锦 师姐 你怎么看这小子 林天玄饶有兴致地 望向夜晨那边 转头问司徒护锦 而司徒护锦 则是笑了笑 那对眸子 犹如灵河之中 最为清澈的宝石 一闪一闪得极为动人 他轻轻一笑 连四周的风雷 都为之最倒 东倒西歪 没了方向 清国清城 不外如是 他很聪明 也很懂得造势 也许 他有实力 独自战胜真行雨 但他并不愿意 因为那样一来 所有的压力便急于他身上 大长老若是问责 恐怕会有大麻烦 司徒护锦 很是认真地分析到 林天玄连连点头 竖起了大拇指 师姐说得对 司徒护锦翻了个 娇俏的白眼 继续说道 而且 他的身上 具有天生的领袖气质 我也说不上来 具体是哪种感觉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我甚至都想冲过去 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平 呐喊两句 司徒护锦摇着头 眼神之中满事不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